台南名校爆斯小兽不亚影片外流 男主角懊悔一时冲动与女方断了联系 台南市某名新高中一名高三男学生 去年11月2号晚自习时间 带他校高业女学生到厕所发生关系 期间有数名学生闻声而来 以持两只手机从隔壁间厕所偷拍多个片段 当晚即将偷拍了影片外流 女学生隔天闪转得知后 向警方提告妨害秘密罪 有自称是男主角朋友的同学加码爆料 男主角跟女学生根本不是情侣 事发后双方已经没有联络 而且男主角因偷拍影片外流 在校招人举止连点 连带影响到自信及学策考试情绪 对于那天的一时冲动相当懊悔 警方表示目前其女学生提告 男学生并未出面 而两名学生就读了学校 得知四角兽事件急遭偷拍外流后 军医规定召开性评会 但男学生就读了明星高中 校方已担心涉嫌偷拍的学生 会应接受调查影响学策情绪 四个多月来 此为配合警方专办 迟至今年三月中旬 才提供厕所外的监视画面给警方 三月二十九晚上 才交出疑似涉案的三名学生名单 警方证实已掌握到疑似偷拍者身份 初步研判 偷拍外流等涉案人 约为三到四人 近日将约谈学生及其家长 导案说明 有信心在短期内破案 东新闻台南报道